金黃油亮的餅皮撒上芝麻 中秋節應景蛋黃酥陸續開賣 有民眾已經開始在台中的排隊名店 購買蛋黃酥 人潮擠爆店門口排到馬路上 這裡頭許多是代購業者 趕上中秋熱潮排賣 現在一顆40 因為我偶爾吃還好 會買 因為不經常買 你如果是經常買就會考慮 今年要吃上一顆蛋黃酥 恐怕得多花些錢 因為有些店家漲價了 有高餅業者說 蛋黃酥從靈魂的鹹蛋黃 以及麵粉 奶油 一直到包材都漲 彰化監獄熱賣的鐵窗排月餅 就因為各種原物料上漲 一顆售價從28元漲到38.5元 漲幅將近三成 台中也有蛋黃酥名店 同樣扛不住成本 因此每顆從40元變42元 早在今年4月就調漲 就是壓比較少 然後它蛋黃大概也漲了兩成左右 進口的無水奶油 就因為貨運什麼貨櫃這些都影響到很多 中秋還沒到 不少蛋黃酥已經漲價 一盒六顆買下來 價差可買一個便當 要是請代購買 價差更大 就看民眾怎麼衡量 記者 陳盛委 韓志欣王世函 彰化台中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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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